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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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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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它的估价会是多少呢 这件东西呢我们估价是5000到1万 然后这件花瓶呢高是39厘米 直径是有26厘米左右 重量在3700多克 哇 很重啊 对 然后这件瓷器还想提的就是 它的底下有一个款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是一个 这个款呢是用 是 落款是一个繁红颜色的 然后落款是永庆长春 嗯 永庆长春 对 如果大家看不清的话 可以到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对 还有预览也可以看到 对 那我们说这个大雅斋的瓷器 应该说是瓷器的瓷器 对 是 那么它属于官窑 是 也是我们这个藏家 就比较喜欢的 就比较喜欢的 收藏的一个玩物 是不是 对 我好像miss掉了一个 我错过了一个很漂亮的 大理石的物件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这件呢是我们这次拍卖的106号 嗯 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建中国的东西 它是一个中东阿拉伯的一个 嗯 叫阿拉伯匕首吧 嗯 嗯 然后它是 可以看到材质是一个偏粉色的一个大理石 是 嗯 然后 嗯 这个匕首的上面的图案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个像太阳神一样的头像和那个雕刻 嗯 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嗯 嗯 这件东西的话 它 嗯 因为气型比较大佩戴呢 就是可能也可以 嗯 然后呢 这个阿拉伯匕首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自由尊贵的象征 嗯 然后它用在婚礼啊或者各种 嗯 歌礼啊等宗教的仪式上面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应该能显示出威仪的这么一个器件 是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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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 这件东西呢 是 就是说看着上面的图案很精美啊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 嗯 因为我可以闻到它的味道 就是一种感觉好像很年代久远的那种味道 嗯 然后看着东西的话 也是非常的年代久远就感觉很老 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那个匕首的里面的那把 嗯 就是那块匕首 然后呢 这个匕首有个鞘 这是它那个鞘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都是雕刻的图案的 然后背面没有雕图案 但是可以看到这有四个孔 可能是方便佩戴的 嗯 嗯 看来是一套啊 我们说是一个set 一个一套 对 看它的匕首的长度 好像有你的小 有人的这个小臂这么大 应该是很大的一个物件 它其实是就是这样子的 哦 严丝合缝啊 对 它是就是套起来的 对 而且你从这个图案上看 它是一脉相承的 有个剪接的过程 对 从上面那个头下来到底下 嗯 很漂亮 它的近拍价应该是多少呢 嗯 嗯 这件东西呢 我们给的是蛮高的 两万五到五万 因为它年代挺久远的 年代久远 确实 我们说是远来的客人 对 嗯 好 嗯 嗯 我们看到这个旁边有两个 哦 还是一整套的哦 三个大 是不是银碗啊 是 是 然后有四个银勺子是吧 对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这是我们这一次419号 它是一个泰国的银制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三个碗 再加上四把的长饼勺 然后呢 它这个 这个碗上呢 就碉的是一些 浮雕了一些 泰国当地的一些 村民的活动 对 村民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有牛 有马车 有树 嗯 然后就是耕种的 那个 场景 对 然后可以 这 就是这支 碗上面 下面这儿有一个mark 有个标记 对 是标记上写的 大概意思就是说是 泰国的一个世界宣明会 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 赠予泰国 他们这个组织的发起人 叫Don Scott的一个纪念品 嗯 这个世界宣明会 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嗯 世界宣明会 其实是一个 就是发扬人道 就是 发扬人道和博爱精神的 一个国际的一个慈善团体 国际组织 对 然后它的话 就是专 嗯 帮助一些贫穷 和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它的 嗯 最主要的关注点呢 就是在儿童的方面 哦 嗯 儿童的福利方面 对 我看这个雕刻的很 很清晰 有很很强的立体感 很强的立体感 对 我能看到的是 人们在这边是耕种的场景 嗯 然后那边是一个村妇 在赶着牛车 对 对对对 嗯 就是描绘的泰国当时就是 那个时候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景象 嗯 嗯 我们说这个历史的物件啊 可以反映历史 再现历史啊 我们从这个图案上就可以看到 当初的泰国是一种什么样一个人们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景象啊 嗯 前面还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花瓶是不是 对 对这间花瓶呢 是我们这次的431号 嗯 它是一个大型的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大 是一个景泰兰的一个霉瓶的形状 然后上面的花纹呢 是一个蝉枝莲的花纹 然后它是一个18或者19世纪的一个东西 嗯 嗯 主持人知道它为什么叫景泰兰吗 这个还真的是希望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嗯 它景泰兰的话 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做铜胎掐丝的法郎 嗯 因为它因为明代景泰年间的制作的这种样式最为精美 并且使用的法郎又呢多以蓝色为主 嗯 所以就叫它景泰兰 那么景泰兰的制作工艺呢 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它是用紫铜做里面的胎 然后呢再用那个柔软的扁的铜丝 掐成各种花纹焊在上面 嗯 然后呢再用法郎制的色用呢填充在花纹内 嗯 最后呢再进行烧纸 打磨 这么我们说这么复杂的一个工艺啊 它一定有很好的估价是不是 对这件东西我们给的估价是2万到3万 2万到3万 嗯 应该是不菲了啊 价格不菲了 对 刚才我们是不是没有谈到这个泰国这个银器的价钱啊 给我们大家讲一下 刚才那个泰国的那个银器呢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 嗯 这件东西呢是就是 就是受这个赠余品的 Don Scott先生他儿子给我们委托我们拍卖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它就是这个 真品 对 然后还有刚说到估价呢 它是4千到8千我们给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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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看到了这个4件 应该是其中有两套对吧 两套宝贝 然后是两个花瓶 嗯 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预览的时间呀 嗯 这次我们拍卖的预览时间呢 是9月5号的11点到5点 9月7号到9号的11点到6点 9月10号的11点到1点 嗯 那么相信感兴趣的朋友会去预览的地方去看一下 是吧 嗯 那么请大家关注我们88拍卖行的微信平台 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呢 嗯 我们的微信平台是Toronto888 Auctions 然后呢 这 如果您关注我们的话呢 可以接受我们的最新资讯 还可以就是在微信 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交流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最近 launch了一个Apple Store的一个App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Apple Store上进行免费的download 然后就可以通过那个App 关注我们888拍卖行 好 哦 那么我们今天呢 要说的也就这些了啊 很感谢钱佳玲来我们的眼目视做客 也希望你的这个拍卖会得到圆满的成功 嗯 希望大家关注888拍卖行的拍卖活动 嗯 还有呢 刚才钱佳玲也提到了 他们launch了 就是他们发起了一个新的苹果的一个App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可以免费的加载这个App 然后了解他们的资讯啊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活在五点 各位嘉宾访谈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